车总人,信有明天 他留言就想问 那999怎么看呢? 现在加息会不会再杀他下来呢? 我想说999杀下去的原因 是因为以下这两个我觉得比较少的事情 第一来说就是他比较出名的游戏 老牌的《阴阳C》 就有其中应该是单一个玩家 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个玩家就是提前去泄漏一些游戏内部的资讯 但是经查证了之后 这一个玩家 他又不是公司的内奸、内鬼或者是联工 所以那些人就觉得这玩家说得很古臭和很奇怪 为什么你这么有趣呢? 当然了,现在官方就要做连着安抚的行动 第二就是说一个比较多人知道的 news 就是他那个《暗黑破坏神》 就是《Diablo》这一款游戏 就不仅是6月23日就开播的 但是现在就移扣了 这个OK 就是因为想整顿好一点 就是那些准备功夫 所以这个股价就借势回了下来 但是始终我们就说999 其实就是说在前面那堆整堆的游戏 基本上都行得很紧的 而那堆只是那堆旧游戏都对得住现在的股价之余 他就是说要明白《Diablo》这个游戏 它所谓的游戏 不是说整个国内加海外的组合游戏 因为海外坦白说没得延期的 这个如果你懂东西 你知道的话 海外那里在开Turbo玩的 就是已经是推行了 而且在海外里面 那个收入的流水都算是不错的 OK 所以我会觉得近期这个市场都是因为股价打太多 还有就是借连串的这些这样的一次性的 或者是短罩的事情就借故地侧了下去 那就跟加不加息就近乎是没有correlation的 OK 而变成这个股份我觉得都是一个回调都应该算是一个机会 所以都可以分处去留意 最后我提醒一句就是说 这个股份如果善于做期权的人 其实是会用这种股份来想到很多期权交易的方法 由于这个时间关系 那我就在这里说不了太多了 总之就是说如果本身 因为如果本身是不懂期权的人 我说来大家都不明白 这个 但是如果是懂期权的人 其实你一听我这样讲 你再看一下搞那个图 你应该大概会想到那些strategy是怎么搞的